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主席聖典讓我們繼續能夠來這裡所安息聖日 今天下午繼續要用耶穌亞記跟大家一起來學習牧羊 我們早上跟大家分享耶穌亞記當中所教導我們的宣道的部分 講到牧羊 剛才我們領事的姊妹有講到一句話 主耶穌三次問彼得說 你愛我嗎 主耶穌用三次問彼得 到了第三次的時候彼得都憂愁了 他說我愛你 當然在耶穌福音的二十一章裡面 耶穌在問彼得所用的這個愛字 在原文的畫面來說呢 他用兩個愛 一個叫做阿卡佩 一個叫做Felio 第一次第二次耶穌問他你愛我嗎 是用阿卡佩 你愛我用天空來愛我嗎 到了第三次耶穌降級了 用Felio 就是我們一般的愛 有愛 就來問彼得說你愛我嗎 所以我們在講到教會牧羊的工作方面來講呢 這是我們在教會裡面很重要的 在早上有稍微的提到 我們來先看一下 這個牧羊的在宗教教育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真言二十二章 請看第六節 真言二十二章 第六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 我相信在座的宗教教育的教員 對這一節聖經解釋應該是很熟的 我們在總會接受訓練成為宗教教育的教員的時候 那些老師們一定會講這一段 因為這個是宗教教育的母謊 那麼我們再看一段 我們再看到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的二十三節 二十七章的二十三節 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三節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在這裡面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要詳細的知道羊群的景況 這個是牧羊的工作 然後呢要留心來料理你的羊群 這個也是牧羊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呢 我們從剛才講到羊群二十一章裡面 從十五節到十七節 耶穌問彼得的三句話 然後呢 從真言二十二章 第六節跟二十七章的二十三節裡面 可以讓我們讀完了以後就知道說 這個牧羊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下午呢 繼續的來跟大家 從耶穌亞記裡面 來學習怎麼樣來牧羊 那麼 早上有跟大家講 簡單的再介紹耶穌亞記 耶穌亞記一共有二十四章 從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它的重點是講到了攻打迦南地 從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的重點 是定居在迦南地 要在定居在迦南地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就是分地 那麼 我自己在讀這個耶穌亞記的時候呢 這個耶穌亞記也講了很多次 從第一章到十二章很好講 講打仗的事情很好講 但是講到分地的時候就很頭痛 真的是很頭痛 全部都是地名 看你怎麼講 那麼 我把簡單的從十三章 一直到二十四章裡面 我們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其實要講到這個牧羊的 從耶穌亞記的牧羊 跟那個耶穌亞記的宣道裡面 耶穌亞記第一章的第六節到第九節 這個是原則 不管是在牧羊也是這樣方式 在學島也是這個東西 你要鋼牆鑽的 然後呢 要 立法要守住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在傳福音的工作也好 在牧羊的工作也好 當然我們也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現在在宗教教育 不管在美國也好 在台灣也好 我就發現到 我碰到了 在美國的時候 那麼 教育的負責人 就跟我講 張老 你好好的 把這個 宗教教育的牧羊的工作 好好的 好好的 像我們的家長 好好的 講給他們聽 然後呢 最近呢 在淡水教會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樣 副整人又跟我講 欸張老 你是當老師的 你好好的來講這個 宗教教育的牧羊的方面 重點在哪裡 要對家長講 所以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現在的問題 重點出在哪裡 孩子的教導 但是做父母親的 我要跟我們的教員 要來搭配 我們做父母親的 不要成為 宗教教育教員的一個阻礙 這一點 這個是我發現到 不管在美國也是一樣 在台灣也是一樣 現在 現在 這個問題 在我們宗教教育的工作上來講 是我們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地方 好 那麼 在 從十三章 我們 講下去的時候呢 講到分地 因為這個分地 坦白講真的 我早上也講過 這很難講 但是呢 後來在 一直在祷告當中 一直在思考 要怎麼來解這一段的時候呢 突然間想到了 當時 雅各怎麼對十二個支派的祝福 然後呢 等到摩西 怎麼來祝福這個十二個支派 那麼他們的這個在祝福當中 祂裡面的祝福的含義是什麼 然後呢 從這個祝福轉變成到分地 從這個角度去看這個分地的時候呢 慢慢才能夠體會到 喔 這個重點 重點在哪裡 大概可以體會得到 所以呢 這個分地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早上再講到就是說 當時耶穌亞帶領攻打加南地的時候 他不是從中間突破嗎 後來神帶領他轉向南方達 南方達完了以後 然後轉兵再向北方達 然後把加南地的領導權拿下來 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裡面所講到 拿到的是什麼 點跟線 但是面還沒有 這個面要怎麼去拿 到了第十三章開始就是分地 分這塊地 以前是主聯軍十二個支派一起打 現在來講 你一個支派分到哪裡 那個地方你要去處理 要去處理 要怎麼樣把那些 該趕走的加南人要把他趕走 該怎麼處理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樣把這信仰搞好 要怎麼樣把神賜給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得到神的祝福 這個就是在這個分地裡面 給我們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在這個分地的這個概念 在我們從現在的角度來講 就是牧羊 我們要怎麼樣牧羊我們的教會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去了解 那再來 他們這個分地的時候怎麼分 其實在分地的時候有它的原則的 那麼在明書記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二節到五十六節 在那個地方就有講到這個分地的原則 這個分地的原則呢 這個分地的原則呢 就是說按人數 然後呢去年糾來分地 是這兩個原則 講到這個明書記的時候呢 他這個要分地要按著人數 現在我再把它回復到 我們以前在讀明書記的時候 明書記裡面記載兩次 在數算人數 為什麼要數算人數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了解 這個數算人數一個很重要的 是跟分地有關係 人多分的就多 人少分的就少 然後呢他再加上去呢 要研究 這個是 這個是在明書記的二十六章 五十二節到五十六節裡面 所講到的 到了明書記的三十三章 五十三節到五十四節裡面 又再講下去 就是要按著家事 按著宗族的姿態來承受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們當時在分地 坦白講 我們現在我們思考起來 真的是有些難度 真的是有些難度 不知道他怎麼分的 那麼我剛才在講到 明書記的時候 他有兩次在數算人數 第一次呢 他們出埃及 開始呢 他們在數算人數 他說從二十歲以上 可以拿兵器的 但是呢立位人沒有算進去 那時候的人數呢 在明書記第一章的四十六節裡面 是記載著有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個人 然後呢 在曠野走到要結束的時候 到明書記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一節 那裡再描寫他們在第二次 來數算人數 結果呢 數算的人數是呢 在明書記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一節說 有六十萬一千七百三十個人 好了 第一次數算 在明書記的四十五年 經過了曠野的 經過了曠野的 將近四十年時間 應該是三十八年了 的這個時間 結果奇怪的 照理講人口要增加 怎麼搞得人口減少了一千八百三十個人 假設我們沒有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我們沒有去注意 我再講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雅各 知道耶穌當宰相了以後 他們全家 接到埃及去的時候 舊耶穌當宰相是講是七十個人 那史書信傳裡面是講是七十五個人 那七十五個人可能是把那個耶穌這個部分再加進去 七十個人 他們住在埃及 四百三十年 結果 當他們滿四百三十年 離開埃及的人數有多少 超過了兩百萬以上 因為聖經裡面記載說 他們出埃及的男丁有六十萬 有六十萬就有六十萬的太太 一百十萬 孩子老人的加起來呢 超過兩百萬 一個這麼會生的一個民族 在曠野 走了三十八年 結果呢 到了第二次在屬山的時候 少了一千八百三十個人 這個 我們在讀民宿記的時候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人口為什麼會減少 這麼會 這麼繁殖力這麼強的 連埃及的人都怕他們的時候 所以他們才有滅族的行動 想要把他滅掉 生難的就把他弄死 後來叫他們要丟到河裡面去 你可以去了解這些事情 但是呢 這些人 減少了人 但是 這些人是第二代 再加上是經過巢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曠野中 在曠野當中 死掉多少人 天天都在死人 好了 然後他們在這個數算當中 我們可以在 假使在有時間裡還可以去數算 這十二個支派的人數的增減 第一次算人數多少 第二次算人數多少 差多少 有的增加有的減少 那麼會增加的是為什麼 減少的是為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課題 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麼在這裡面講到分地的時候呢 他的重點呢 他們是要定基在迦南地 然後呢 把土地來分給這各個支派 那麼各個支派的時候 要分的時候呢 就看他在數算 你這個支派的人數多少 多的就分多 少的就分少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再來 再看這個分地的時候呢 一共有三次 好 我們從十三章 一直看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有三次的分地 好 第一次的分地呢 是在這個 耶誕河東 有兩個半支派 那時候的分地的時候 是以摩西為主 然後跟大吉斯 他們一起這樣子來分 還有組長一起來的 好 那麼在耶誕河東的時候呢 有馬拿西半個支派 還有劉變支派 還有呢 就是加德支派 這些人呢 在耶誕河東就分給他們了 當時他們到了耶誕河東的時候呢 照理講他們要一起要攻打加南地的時候 結果在這個時間點呢 那麼 劉變加德跟馬拿西半個支派 就要求摩西說 我們就不進去加南地了 讓我們留養很多 這個地方又很美的地方 就讓我們留在這個地方 這件事情來講 當然以摩西的角度來聽到這件事情 真的是 又害怕又不高興 大家應該團結一架 空島加南地 你怎麼搞的 你自己找到這個好地方 就要求這樣子 後來他們經過的溝通協調以後 他們 就這樣子啦 他說我們過加南地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帶兵打仗的南丁 我們走到最前線 打前鋒 用這個交換條件 所以後來他們 就這兩個半支派 就留在耶誕河東 但是我們從這個耶穌堯記裡面看到 這一些兩個半支派說話算話 結果真的他們在過耶誕河的時候 攻打加南地的時候 過耶誕河 走到最前面的就是這兩個半支派 那些帶著兵器走在前頭 所以 我要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思想到我們今天來講 這個在牧養的工作裡面 我們對神 對人的 所講的話 說話要算話 跟對神 你跟神怎麼求 你要求什麼時候 你講話 不要亂喜宴 說話就要算話 這個是在牧養觀眾裡面一個 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後來呢 在第二次分地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吉甲的地方 來分地 而且他們在分地的原則呢 他們在做分地的時候呢 是公開 而且是公平 所以在這個分地的時候 不是耶穌亞收的算 也不是 祭司 以利亞莎收的算 也不是組長搶的說要的就算 他們是用三個 祭司 以利亞莎 還有第二個 就是任的兒子 耶穌亞 第三個是 支派的組長 一起來 來商量 其實在 我們要是讀到這裡的時候 又給我們一個 又一個概念 今天在做什麼事情 在做牧養的工作的時候 很多事情 是要經過 大家一起來 互相討論 一起來 來做個決定 而不是說 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是在牧養工作裡面 尤其在帶領教會的時候 太過那個強人政策 這種不合身心的教訓 他在這裡面在分地的時候 大家一起商量 討論 公平 公開 這樣子 然後是研究 人多分多 人少就分少 用這種方式 這個是在分地裡面 給我們學習的 所以呢 在當時在分地的時候呢 第二次的分地的時候呢 是在這個吉甲的地方 然後呢 他們在分地 我們再看下去 剛才我們讀到第二節 我們第三節 他說原來呢 摩西在耶當河東 已經把產業分給了兩個半支派 只是他們中間 沒有把產業分給立位人 第四節 因為耶色的子孫 是有兩個支派 就是馬拿西和伊法蓮 所以沒有把他們地分給立位人 但給他們誠意居住 並誠意的郊區 郊野 可以來牧養他們的深處 安置他們的財務 第五節 耶穆華怎麼樣 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 就照樣的把 照樣行 把地分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當時在分地的時候呢 他是照著神的吩咐的 然後借著抽籤 然後呢是經過討論 所以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現在腦筋想 我也想不出來 難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他們就照這樣吩咐 後來 當時他們這樣做 在這個第二次分地的時候呢 九個支派都分了 但是呢只有兩個支派執行 一個就是尤達支派 一個就是耶色支派 是馬拉西跟伊法林 他們拿了 分了 但是呢 在分完了以後呢 其他的七個支派呢 結果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們要是在看第三次的分 分的地方的時候呢 到了 我們要看到第十八章來了 到了第十八章的時候呢 我們看第十八章第一節 他說以色列人 第一節 以色列人的全會眾都聚集在四螺 把會幕設立在那裡 他說那地已經被他們制服了 第二節 以色列人中間其一的七個支派 還沒有分給他們地業 第三節 耶穌亞對以色列人說 耶穌亞對以色列人說 耶穌亞你們的列主 神所賜給你們的地 你們單元不去得 要到幾時呢 好 好 在這裡面 我們再講到這個分地的時候 第三次的分地 是在 這個四樓的地方 好 現在分地 開始在分地的 開始是在耶誕河東 摩西在 那時候是與摩西會主導 好 但是不是摩西 還是祭司 還是組長有在一起的 好 到了第二次分地的時候 是在哪裡 在基甲 好 到第三次分地的時候 在哪裡 在四樓 那個時候呢 以法連之派呢 他們在那個地方分道 耶穌之派 他們那個地方已經處理了 已經可以安全了 所以呢 他們就把會幕中移到的是四樓 四樓 這是第三次分 但是在這裡面呢 在十八章的 一節到三節這裡面有講到 就是說 這個七個之派奇怪了 不知道怎麼搞的 對分地的事情好像不關緊要 我們想想看 在加拿地打了七年 大戰爭打了七年了 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這個七年的過程當中 也有時候滿累的啦 有時候都想 不想 反正想要混日子過 所以這個時候呢 耶穌有時候講他們說 欸 你們要七個半生 你在搞什麼鬼啊 蛤 你怎麼再當年 不去 不去得 要到什麼時候 本來在吉甲地奧是有分喔 但是呢 他們好像對這個不關緊要 我剛才講說分地就是講牧羊 有時候 在教會的工作裡面 我們對牧羊的工作有時候會 不關心啦 擔嚴啦 不去 不去 不去處理啦 譬如說 講的最講的例子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教育來講 大家對於這個升學都很看重 尤其是在高中 高三 高二高三那個時候 因為將來要考的 我們現在是 我那時候是考試的 現在是要學測 然後再去申請分發的 所以呢 很多的家長來講呢 就是說 哎呀 宗教教育 來掉教育機會 慢一點啦 阿山他考上大學以後再來了 這種的動作就是 就是跟這個七個支派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教育來講 宗教教育的工作來講 在家庭教育來講 其實這個我們做家長的 真的要很小心 要注意 好好的來帶領我們的兒女 不要想說等到什麼時候 再說什麼時候 再說 我們要活在當下 好好的 把握機會 把這兒女 教育好 這才是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然那七個半這塊 打了七年 這樣坦白講 很累了啦 打了七年了 很累了 分地 分完地 還要再繼續 再處理那個地方 還要再打 還要再去處理 好乾脆不要最好 有時候我們感覺說 信耶穌信到 啊 教會的規矩 管了那麼多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他討厭他最好不要 我聽到很多 就是 我們勸他 他知道的道理 要受洗 要受不受洗的時候 常常會說 哎呦 教會的規矩太忙了 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這種現象 我相信在我們做這個福音 福音組的工作的時候 就有會有這種聲音 好我昨天 我要來 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斷水教會有喜樂團戲 在喜樂團戲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跟著下來 9月1號 你們零會剛剛結束 我們9月1號要 這次零會就提到 所以有很多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要受洗的 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 就拖拖拖到 所以這次他們要報名受洗 在報名受洗的時候 我就看到福音組 跟那些準備要受洗的人 或是想要受洗的人 或是木道朋友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些木道朋友就講 你們教會規矩太多 所以在那裡擔言 擔言 就是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所以呢 我有時候在看這個 在這個分地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七個 後來那個七個支派 他為什麼會擔言 這個也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 最後呢 耶穌瑤就告訴他們 好了 每一個支派派三個人 然後呢 在剩下的地方再去找 再去看 看好 然後分 先了解狀況以後 再來抽籤 按人事多 人事少 用抽籤的方式 來再把它分地 好 所以分地 不是分了地就OK了 分地了以後 還有那裡面的一些的 很多的事情都要去處理 那我記得以前在 本年青當 當排長的時候 我們 有一個課程叫做 戰地政務 戰地政務 就是打仗完了以後 跟著下來 那要處理 一個前面再打仗 後面是要戰地政務 這個跟分地的概念 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 那麼在這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就是經過三次 這樣子把它分地給他們 好 那麼在分地了以後 你就要想辦法去經營它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 以色列百姓 他們在做 做這些分地的工作 後來神交代他們的工作 有沒有完成 這個十二個支派來講 要嚴格來講 沒有一個支派完成 要是嚴格講 可以稍微完成的 是由達支派 最離譜的是 但支派是最離譜的 分給他 他不要 他跑到去別的地方去搶人家的 在這裡 你再讀起來 後來你看 耶穌雅基完了以後 跟著都是四世紀 你可以看到四世紀裡面一片混亂 一片混亂 他們的信仰是有一個cycle 他們神祝福祂的時候 一祝福好了 後來就放鬆就犯罪 犯罪了受苦了 受苦了以後 受苦了以後就開始求神 神派四世 把他救起來又回來 得到祝福 就這樣子 這樣子再循環 這個是四世紀裡面講的東西 那麼這個分地的時候呢 假使說我們神分給我們的這個地 就好像說神給我們 賜給我們 而你是耶穌瓦所賜的產業 分給我們的 我們假使在他從小到大 在我們可以做得到的範圍之內 好好的把他教育好 宗教教育把他打好基礎的時候 那我們年老的時候就不必擔憂了 我在教會裡面做負責人走很久 有時候也看到一些媽媽們流的眼淚跟我講 那時候我的孩子都是不聽話 我的孩子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怎麼辦 我就跟他 有時候他在講的時候我就在想 當年我們在講你的孩子的事情的時候 在提醒你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你認為說教會的這些長子 長子管得太多了 等到他出狀況的時候 在六月內都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呢 這個我們要是看到這個分地的這種概念的時候 其實來講這個牧羊 這裡就在提醒說我們牧羊 當神分給我們這塊土地的時候 我們要照神的交代我們所做的事情 該把這個家男棄族的那些要趕出去的 就是要趕出去 你不趕出去 讓他們一起激住 人活在一起 就會有感情 就有嫁起外班的問題就出來了 現在在教會裡面對這個問題也是很頭痛 真的是很頭痛 然後呢 很多姐妹嫁不出去 姐妹說我一定要嫁給教會的 我要主內通婚 主內的弟兄呢 拼命的往外跑 要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在我講到這個問題以後 你在想這是個分地的 分地 分給你 你就要好好去管 而且好好去把它經營 這種的動作就是牧羊的工作 我們不必講到說分到多少地 我們就講我們家庭就好 今天我們要好好的把神賜給我們的兒女 而你是耶華所示給我們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有好好的把祂教導 讓祂能夠在道理上 在神的愛中來成長 這個是我們今天 我在講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這個是我們要去思想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在勸很多的家長 有時候我領會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講 說我們要為我們自己祷告 為我們自己家裡的人來祷告 我有三個孩子 我現在有五個孫子 我坦白告訴你們 在禱告當中我天天都在跟神禱告 王王主耶穌求你幫助 求你束福 讓我這個三個孩子 他的孩子們全家 通通都能夠 在主的道路上走 在主的恩典當中 一個也不要失頭 一個也不要失腿 求主憐憫 求主祝福 求主答應 這是我在天天禱禱當中 所所祷告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個神分立給你 就是把兒女給你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建立起來 那兒女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現在常常聽到家長說 這個孩子越來越不聽話 為什麼會孩子越來越不聽話 該管的時候就要管 該帶領的時候就帶領 等到不能帶領的時候 你才硬要來的時候就爭吵 爭吵吵到 一吵了以後 我們也噴過了 有一個姐妹 她有一個兒女 女兒 不見了 前一陣子在淡水教會 這個媽媽出了一點事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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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位用PCR 那個那個 PCR把她救 就把她救起來 差點走掉 我在問她說她的女兒在哪裡 她們說不知道 沒有噴過這問題不會感覺到 噴到這問題的時候會感覺到 不要講 我這個做長老的人 我自己也在 有時候自己也在自責 為什麼沒有把他們驕傲 讓這個孩子變成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這個分地的概念 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個分地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 主耶穌分給他的地方 你就要好好的去處理 你要是處理不好的時候 就會以後都走到世世時代的那種亂想 所以呢 今天 在我們 今天的在教會裡面的生活裡面 我們自己的信仰 今天感謝主啦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能夠來這裡的機會 真的是福氣耶 真的是福氣耶 我在 我的美國的耳彎教會 在這個疫情當中 美國政府已經禁止他們的機會 好 後來有稍微鬆一點的時候 很多信 後來就用網路機會 網路機會完了以後 信徒很想到教會機會 尤其是老人家 很想到機會 結果呢 他們很努力的 就把教會 一個椅子做一個人 怎麼湊個安全距離 什麼東西都拍起來 結果後來他們決定說 負責人先來聚會 結果只聚會一次 那南加州疫情又爆發起來 又沒有了 來教會聚會 我們想說今天好 來不來聚會的話 長子穿戴要看我們了 算我們又懶惰了不來聚會 你要是這種概念 你要是這種概念 是可憐 來聚會是福氣 真的是福氣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是主耶穌 主耶穌真的是恩待台灣 從我的心裡面 我都感覺真的是恩待台灣 我早上講的 可能人家很不喜歡聽的話 不是我們做得好 是主耶穌恩待我們 我們有努力 沒錯 但是呢 真的是主耶穌保重 我們今天才能夠再聚會 你看我去澳洲 澳洲不能聚會 甚至要結婚 政府規定 結婚只有四個人 父母親都不能夠 父母親要參加婚禮是用網路的 用網路去聚會的 我們在布里斯本有一個弟兄 他們要結婚了 青年們機票都買好了 政府一個另下來不能夠 只能夠四個人參加 機票要退要被扣錢 要去參加又不能去 用網路去參加他的婚禮 你想想看 新郎新娘的職位是如何 你去想想看這個 今天我們能夠平平安 大家高高興興 幫我一起來到這個教會裡面聚會 我們要珍惜啊 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恩典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些七個自派 他們把這些事情不關緊要 在那裡拖延 能拖得拖 能赖就赖 這種的信仰是非常的不好的 後來他們就被責備了 就強迫他們 後來就分地給他們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可以給我們做很多的思考 我現在來把這個分地的當中 有幾個重要的概念 跟大家一起來想 那麽耶穌曉記第一章的 第七節到第九節 這裡面說 你們要鋼翔傳達 要把立法書 不要偏離 作業思想去遵守 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們在牧羊工作裡面 我們在我們的家裡面也就是一樣 也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怕 不要懼怕 要勇敢的 因為主耶穌可以讓我們靠 魔鬼神那天是厲害 我們主耶穌比祂更厲害 魔鬼有時候會 因為我們自己有一些 留一些給魔鬼有攻擊的機會 當我們發現到的時候 發現我們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 我們趕快就認罪回改 改改改改修的修 改注意的修 把這些問題把它解決掉 人活在這個世上 短短的幾十年 我很喜歡的是 詩篇九十篇的第四節 詩篇裡面 九十篇第四節怎麼說 人活在這個世上 一般的人可以活到幾歲 七十歲 強壯的可以活到多少歲 八十歲 其中可以驚誇的是什麼 勞骨 仇還 轉眼成空 我們就是如會而去 所以 我在還沒有到七十歲的時候 坦白講我好緊張 我好緊張 假使還沒有七十歲 就這樣主耶穌把我們招走的話 真丟臉 後來到了我七十歲的時候 我就 坦白講我心裡很安冷 感謝主 為什麼 我達到低標 七十歲是低標 對不對 現在努力向了八十歲去 所以呢 在人生當中 真的 短暫 我們在這個世上是做 克里斯聚居的 但是在這個聚居的環境之下 就好像那邊分地 再分到這個地方之下 你要好好地去經營祂 要好好地去做祂 不要 不要就這樣讓祂過去 這個是很可惜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呢 要用分地要有感恩的領受 積極地來領受 而且不要去断言 好 這個是在從十八章那裡面 給我們的一個 一個的 主耶穌今天讓我們 我們小一點 就分我們這個家就好 只能給我們兒女 我們是不是能夠好好把祂教育好 好 教育好不是一定要什麼 讀到什麼什麼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也未必啦 好 只要盡力就好 好 只要我們活在這個在世上的時候 能夠把主耶穌給我們 該守的道理 把它守住 這樣就是 基本的 這些就 我們能夠守得住 我們就很感謝了 坦白講 這個世界變化很大 隨時在變 將來我們兒女會變怎麼樣 誰敢講 我都不敢講 我們只有不斷地祷告 求主耶穌 讓我們的兒女能夠平平安 能夠在主耶穌的裡面 能夠將來當我們離開世間的時候 將來天空我們都能夠見面 這樣就心滿意足 這個是我們要用感恩的心來領受 來積極的來領受 不要擔言 好 再來跟著下來我們就看到這個 在這個分地的裡面 有講到分給立位人 那麼立位人呢 他不分地給他們 只分城給他們 當然城的旁邊還有一些 一些可以讓他們牧羊的 放羊的地方是有的 所以呢 我們要是在這個立位記裡面呢 在21章裡面講到立位人的分地裡面 他們一共分了48個城 這個分了48個城 我們可以看到 在耶穌教信裡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好 這個分地以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教教育的問題 然後呢 這個族與族之間 大家要彼此能夠互相的溝通 不要說一分立了以後 好像兄弟分家以後 各自各的都不相來玩 不相來玩 這是不好的 所以呢 他用立位人 分到各個支派裡面 所以48個支派呢 平均起來 每一個支派 大概可以分到四個城左右 有四個 每一個支派裡面都有分四個城 然後這些立位人 是敬拜神的人 在做神的工作 就是說 把以色列人這個十一個支派裡面的信仰的時候 藉著立位人的這個宗教教育的教導 做到崇拜的事情 來互相建立關係 這個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會開 我們到了這個宗教教育的時候 會教員會議啦 或是在靈修會啦 也就是這樣子 而且呢 這個48個支派是平均分配到 每一個支派去 幾乎一個支派大概分到四個城 所以你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來呢 神對於這以色列百姓他們來講 對於他們這個宗教教育的 我們這個敬拜的這個 信仰的這個問題呢 從立位人的分 分成不分地 然後呢 這平均這樣把它分到各個城市去 這個 這一點也可以讓我們去理解 所以這個 這一點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做父母親的人要注重宗教教育 我們做父母親的人要注重宗教教育 從小就要注意 不是說等他大再怎麼樣 這一點要注意 好 再來 再來呢 我們再看到這個 跟著下來呢 有講到逃城 你在看到這個 逃城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裡面就是說 有一些人 不是故意的 誤殺人的 發生了一些 不想發生的 而發生到的事情 結果呢 一發生這事情就會起爭執 起爭執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 譬如說 他們在那砍 在砍 那個時候在砍木頭 斧頭在砍木頭 結果砍木頭的那個砍 砍的時候呢 那斧頭 就回出去 就把他打死人了 他不是故意的 那麼他們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些人說摩西的立法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的 你殺我一個 我要叫你要報復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好 在這個地方 他設立的六個 逃城 那麼呢 六個逃城裡面呢 你仔細看喔 在耶誕河為界 耶誕河東三個 耶誕河西三個 而且呢 這個逃城裡面呢 這個設定的位置 都是在立位人的城裡面 好 所以你 為什麼要說 在立位人的城裡面 他是以信仰為中心 所以在處理事情 以神的道為中心 在處理 而不是 以其他的城市 其他城市的時候 有時候 人的意思就會出來了 好 他是用這個 六個 所以 後來我仔細細看他 河東的分配的地方 河東 有三個 譬如說 拉末呢 是在加德 戈蘭呢 是在馬拿西 那比西呢 是在 油邊支派 你看這三個支派 東邊 和耶誕河東的三個半 兩個半支派裡面 每一個支派裡面 都有一個 套城 到了河西呢 這個基底師 是在 馬布塔利 事件呢 是在馬拿西 然後激烈呢 這個西伯倫那地方 是在 尤達支派裡面 你看他們分配的地方 而且呢 這個 這個桃神裡面還要建好以後呢 道路要很通常 讓那些要逃命的人 免得被人家追殺的人 誤殺人 人家去報仇 要追殺他的人 可以逃得快 你故意殺人 沒得講 誤殺的 其實來講 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 可以看出來 在神在對分地的 這個角度上面來講 所以在我們 在這個角度來講 什麼呢 就是講到公義 跟慈愛的問題 今天在教會裡面 有時候 有時候也發生了一些 不是故意的 但是卻傷人的事情 有時候會發生 當它發生這事情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所以呢 在這裡面 在這個已經 留給他們 有一個管道 可以逃離的機會 然後呢 讓他們 不是故意的 你是要故意殺人 要賠命 這是正常的 但是你不是故意的 那你可以讓 有個機會 才能夠來逃脫 這個是在這裡面 給我們 我是感覺到 這個是真的是 我們值得去思想的 好 那麼到了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裡面呢 在這個分地裡面 我是感覺到 這個耶穌亞 確實真的是 真的值得 真的值得佩服了 好 那 我在 在查考當中 我一直 我一直在注意到 耶穌亞 因為聖經裡面描寫著 耶穌亞活到一百一十歲就死了 好 那麼呢 後來我去 找資料的時候呢 這個 那個 那個 瘤大的 史迦 耶穌 耶穌福福福祉的記載裡面 他說 耶穌亞接受摩西的領導位 摩西後來要走的時候 耶穌亞接的時候 是八十五歲 然後我們在耶穌亞記裡面 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加勒 他說 我今天已經活到八十五歲了 有沒有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亚应该比迦勒大概大七岁 攻打迦南地 耶稣亚的时候是八十五岁 迦勒说攻打迦南地要求分地的时候 他说神答应我的 我踩过的地方你要给我的 当时他就跟耶稣亚讲这件事情 那时候耶稣加勒是八十五岁 但是土地分到最后 最后面才把耶稣亚他才给他弟 今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坦白讲我蛮欠佩耶稣亚 很多人你是做一个领导的 先婚我再说 好的 自己先拿 他没有 婚完了最后再来 这个是耶稣亚 在这里面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但是在这里面分地里面要结束的时候耶稣亚有讲的一句话 耶稣亚这个人他是以身作者 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到 我们今天为人父母的 我们要以身作者 好好的来带领我们儿女 我们自己要以身作者 不要自己在看电视 你不要看电视 你自己在那拼拼看 现在的问题是滑手机了 小孩说不可以滑手机 滑手机怎么样怎么样 你自己都拼拼在滑 其实这个要真的要很小心 那么耶稣亚呢 他在圣经里面留了一段 我们来看这耶稣亚24章 我想用这个来做结束 今天的下午的讲道 24章 我们请看第15节 耶稣亚记得24章的15节 若是你们以为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的地方的 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个 这一段话 做我们今天 这个 讲牧羊的这个一个 一个的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耶稣亚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打 在这个战争当中 他没有求自己的利益 而且是照着 照着神的吩咐 以神的为中心 分地也是以神为中心 他没有自己先求 没有做什么 但是当他到最后面的时候 留下牧羊的概念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求主耶稣祝大家好好思想这句话 让我们的这个家 我跟我的家 都能够来侍奉神 好我们一起来唱新 放入铁箱 放入铁箱